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湾社会持续引发关注和热议 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今天对此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的驻台新闻观察员齐飞 齐飞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今天台湾媒体关注话题的焦点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 其中一个聚焦点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侠客岛发表的评论指出 习近平给两岸统一划定了一条红线 文章还详细论述了习近平十九大工作报告对台部分呈现了两软一印 软指的是秉持两岸一家亲 只要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进行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 硬的部分则指的是六个任何 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今天台湾旺报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引用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的话 认同十九大报告是遏制台独更硬争取民心更软 刚柔并济两手并举做法精细 大陆始终保持着战略耐心和战略自信 等待台湾方面交上这一份未完成的合格答卷 今天的中国时报更是用一整个版面的社论和评论文章 来从不同的面向解读十九大 尤其是涉台的部分 岛内资深媒体人黄志贤的文章 中国梦和民进党的台独梦就指出 民进党不敢公然的宣布所谓的台湾独立 只能紧抓美日伺机而动 并且通过金钱收编 瓦解政敌等方式 寻求他们所谓的永久执政 只要民进党活 台湾成了也无所谓 黄志贤点出 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 是核其强烈的对照组 中国大陆正在构筑的是中国的真正复兴 这样的中国梦才能成就自身 以利他人 而民进党的所谓台独梦 却是以毁台灭台而立自己 历史作家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王峰先生也撰文 台湾的十九大政后群 文章指出台湾执政团队 这两三个月的慌乱与焦虑 包括撤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乃至近日传出的台内务部门 有意用罗马拼音取代民众的中文姓名 这一切都让人看出了民进党当局的心病 那就是对十九大大陆党政军大阵仗的全新布局 台当局早就暴露了恐慌 显然是自认为政治形势已经到了濒临城下 退无可退的境地才会出此下策 台湾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中国大陆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之后 描绘并且打造的这一张富国强军的蓝图 他们急声呼吁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台当局的蔡赖体制未来还有两年多时间 但其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 已经为其之后的命运欲麻了伏笔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民意的滑坡 还是民意的崩盘 早已有了预兆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五间观察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紫桥 好的 谢谢齐飞 好 带您继续看新闻 这两天复旦大学教授卢立安圈粉无数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唯一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籍党代表 他的一句 以身为台湾女儿为荣 以身为中国人为傲 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我们的记者随后也采访了卢立安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台湾女儿的中国心 我以身为台湾的女儿为荣 我以身为中国人为傲 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 那哪爱台湾 东西马来塞爱台流 在台湾省代表团驻地 我们见到了这位坦率说出 爱台湾也爱大陆的台湾省党籍代表 卢立安说 她的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的那番话 不仅说出她自己的心声 也说出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心声 最近我很多朋友 他们就跟我说 卢立安 爸 你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还有朋友会跟我说 哎 两岸和平统一很好啊 一国两制很好啊 安居乐业就是我们要的嘛 卢立安说 他从小在高雄长大 当地很多人的祖辈都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 沿袭下来的闽南文化 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他家祖籍福建 长辈爱听京剧歌仔戏 过中国传统节日 文化的传承在他这里是感受很深的 在他心里 两岸本就同根同源 不能理解有些人为何非要割裂这种联系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说 文化上就要去中国化呢 怎么个去法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更没有办法接受说 爱台湾啊 爱自己的家人啊 爱这块土地啊 就不能够去爱 那一块 我们祖先来的那一块 跟我们同源同种的那一块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说法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 1997年 当卢立安从英国留学回来时 听从长辈的建议 和丈夫一起来到上海定居教学 公共他也是出自我们江苏海门的一个书香门地 他也是可以说是为荣民师官 他能够放下这种 国共的这种纠葛 然后他有这种民族的 为民族的贡献的服务的这种远见 他说改革开放了 你们做教育的 你去看看 卢立安的公公鼓励他们回大陆 他的外公在自传中 期许中华民族能够强大起来 家中长辈的家国情怀 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而提起两岸的风格 在长辈身上留下的创伤 卢立安忍不住哽咽 他不希望这种伤痕 继续在下一代中蔓延开 是一个痛 而这种痛它是会痛下去 也说这种创伤啊 阴影啊 它会 如果不得到一种缓解的话 疏离的话 弥合的话 就像是一个坏基因 这就是我们两岸之间 共同的问题 我是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好好地想一想 如何让这些伤痕弥合起来 然后我们中华民族一起往前走 真的 中华民族一起往前走 卢立安说 二十年来 自己参与并见证了大陆的飞速发展 让身为中国人的他非常骄傲 对于两岸的未来 卢立安也说出了自己的期望 我希望两岸的人民 能够一起共享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 在复兴 在崛起 这么一个势头的发展的机遇 因为两岸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一致的 希望 两岸能够再回到 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基础上 能够为来往于两岸的同胞们 为他们提供发展机遇 为他们 以及为我们的后代 为青年人们提供发展机遇 台湾省级党代表卢立安 已经成为十九大热搜的关键词 舆论不仅关注他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在大陆的经历 更关注到崛起的大陆 对海内外人才的巨大磁吸力 一方面 回归潮已经成为大陆留学生 毕业以后的新常态 另一方面 大陆也不断出台各种措施 吸引海内外的人才 与之相对照的 由于台湾内耗加剧 经济不景气 人才外流的现象 也越来越严重 据报道 崛起的大陆 正成为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大磁石 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经济中 地位日益提升 回来发展 已成为大陆留学生毕业后的新常态 教育部统计 2016年 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大陆学生人数 为43.25万人 预计至2017年 海归人数将大幅成长达到66.6万人次 这个成长比例前所未见 对此台湾分析说 大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是吸引留学生回来的重要原因 而19大的召开 是各行业发展前景光明 城市生活水平的提升 都让很多留学生更加笃定回归的信念 反观台湾内斗 内耗 经济不景气 平均薪资多年未上涨 甚至倒退到16-17年前的水平 不少民众前往大陆 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地谋职 连公认有高薪 高分红的半导体大厂 近期都有不少员工 跳槽到大陆 大家都感叹 到底台湾出了什么问题 另据有关消息 19号 福建省教育厅公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 敏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 要推动敏台教育 由部分领域部分专业的合作 向敏台高校联合举办 高水平大学 应用技术类大学 二级学院的方向发展 要试点把福建省职业院校 或部分院系 委托给台湾优质高校管理 支持台湾高校 行业协会 企业 参与组建 福建省职业教育集团 支持敏台高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 学习借鉴台湾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 优先支持敏台高校联合建设 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和2011协同创新中心 开展深度敏台科研合作 提升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 此外 不仅校际合作级别提升 联合培养的人才 也要从本专科层次合作为主 向硕士博士高层次协同发展 从现在起到2020年 福建省要引进1000名 满足本省自贸试验区和产业发展 急需人才培养需要的台湾优秀教师 到福建高校任全职教师 21号 新形式下的 连岸青年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学术研讨会 在福州举行 来自连岸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他们围绕着新形式下 连岸青年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 合作等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研讨会 由福建师范大学的 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敏台区域研究中心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 共同主办 来自中国社科院 以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名传大学 等两岸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 参加了研讨会 并发表了主旨演讲 当天 与会者还从不同的层面 深入讨论了 在新的历史形式下 如何促进 两岸青年文化教育的 深度交流与合作 如何真正做到 两岸社会融合发展 促进两岸青年的 心灵契合等议题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突出 青年交流 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两岸的青年学者 能够在这样一个会议当中 进行一个充分的 这样一个深度的交流 碰撞 这次还有很多文学的 还有像新闻传媒的 教育的 还有这个创业 青年创业的问题等等 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多元 寻根尊祖是中国的 优秀文化传统 在这方面 敏台各族姓氏都非常重视 家谱祖谱的编修 21号 两岸祖谱对接工作 与宗亲文化交流 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两岸专家学者 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献计献策 本次研讨会 以两岸祖谱交流为主题 就两岸祖谱对接 祖谱编修 与宗亲文化交流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 参天之墓必有其根 淮山之水必有其源 敏台草根性的宗族文化 是两岸交流不可或缺的 介质与纽带 以家族认同促进民族认同 以家族团结促进民族团结 成为与会人士的共同新生 基于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 与会专家表示 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 敏台宗亲血缘文化的挖掘与研究 强化两岸宗族文化的向心力 化血缘优势为交流合作优势 族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以前我们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也是构建在族谱对接之上 未来我们更要加强这方面的两岸合作 优势互补来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好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台湾消防员所承担的捕风抓舌业务 在今年年初由台前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林全拍板 要回归农政单位 但是现任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赖清德却认为 这样的规划不够周延 要再进行商议 外界认为赖清德此举是在打脸林全 这也引发了台湾基层消防员的不满 他们预计于下周二前往台行政机构前举行抗议 下期前先喝杯咖啡 赖清德连手势都做足 仔细一看对手竟是个机器人 我下一步最简单的 没走一步机器人就跟着出招 不要以为赖清德真的会玩夕阳棋 其实他正在偷偷地看旁边的小简介 观察力还挺敏锐 不过话说回来 赖清德对台湾消防员捕风抓舌业务的处置 难道也是观察后的结果吗 年初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林全才刚刚拍板 将捕风抓舌业务回归台农政部门 现如今赖清德却认为 这样的规划不够周详 需要再商议 这岂不是在打脸林全吗 这个政策在决定的时候 我刚好当台南市市长 我们衡量地方的情况 执行的确有困难 农委会补助的经费 我们直接交给消防局来处理 当初我们每一个消防弟兄出去帮忙 我们市民的时候呢 一个奖励金 面对台行政机构前后任负责人的不同调 各县市长也变成了嘉心饼干 敏感问题难以回答 因为就算是台行政机构拍板 对于捕风抓舌业务 基隆及其他多数县市都还在研讨商量之中 目前只有台北市 新北市以及苗栗县 已经编列好明年年度预算确定跟进 至于桃园市则是早就将此业务回归农政单位 并编列了两千多万新台币的预算 毕竟在消防员们看来 捕风抓舌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专责 拍板的是台行政机构态度暧昧 对此台湾的消防员们痛批 到底是要捕风抓舌 还是以救人救灾为优先呢 距离2018新市长选举还有一年多 现在又传出国民党党内高层力挺民代蒋万安 出来参选台北市长 对此蒋万安没有把话说死 并表示对未来的事情持开放的态度 但如果蒋万安真的参选 将会对上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柯文哲被问及此事时说 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好 跑到面前抗议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脸尴尬 自己如今怎么也会被抗议民众如影随形呢 日前柯文哲到台北复华公园出席活动 但没想到前脚一走 国民党籍民代蒋万安也出现在这 近来传出国民党内高层点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 到底八字有没有一撇蒋万安没有把话给说死 基本上我对于2018选举目前没有任何的规划 那重心还是放在立法院 但是我一直抱着就是对于未来任何一件事情 我就是持开放的态度 蒋万安回答留有伏笔 虽然没有和柯文哲正面碰上 但蓝营如果真的推他参选 柯文哲还能有胜算吗 昨天是昆批 今天是蒋万安 明天要谁 我倒觉得这样 重点是你做好你每天自己该做的事 每天在想要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 对于选举问题 柯文哲的回答还是老样子 不担心 没有想太多 但如果是自己发表演讲 那可就滔滔不绝了 为什么你小时候梦想是这个 然后你长大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的问题 国民党害得吗 摊及小时候的梦想竟扯到国民党 柯文哲另外的这番话同样备受争议 没有啊 走投无路 发现 发现没有都没有其他路 因为当医生一个很惨的地方 就是没有什么专业 除了医疗没有其他专业 所以只要去做那个最不需要专业的市长 提到国民党再度炮火全开 柯文哲近来不断批律打篮 使得蓝绿阵营都对他很不满 台湾媒体称 2018若是蓝绿阵营自推参选人 柯文哲未来恐怕很难继续在夹缝中求生存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赞助单位 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指定产品 农夫山泉赞助播出的海峡舞报 我是紫桥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为解决少子化问题 台卫福部门在所谓前瞻计划中播出6亿元新台币 制作每个价值为952元 952元新台币的育儿百宝箱 打算送给新手爸妈 希望借此增加台湾年轻夫妻生孩子的意愿 不过家长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纷纷表示 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东西就多生小孩 真正的考量在于如今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 台当局必须要做的是改善0到4岁托育的环境 让家长们的压力不要那么大 这里是台北市公办民营的亲子中心 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玩着简单的亲子游戏 为了解决当前少子化的情势 台卫福部门提出一个构想 规划花6亿元新台币 制作出每个价值为952元新台币的育儿百宝箱 送给新手爸妈 我觉得还蛮没有用的 因为其实是用不上的 我相信在这里大部分的父母还是觉得是学龄前的教育问题是 大家不敢继续往下升的原因 给我们实质的什么公托或者是像亲子管这种 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有用 我还是不清楚他们要放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就说可以送一个妈妈包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来就是上面会印着卫生福利部的字样 然后很有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大家真的觉得好用的妈妈包 所以与其去思考这种齐头式平等 我还是比较希望政府在思考上是去往不同的特殊族群的需求 也就是说到底一般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特殊储域家庭 如果你真的要给他一个百宝箱 这个箱子里面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协助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针对目前少子化的情况 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并不是会不会发送这样的百宝箱 而是更加系统的托育政策规划 你要有完善的教保的人员的背后的一些支持 你才能够提供好的教保服务 所以我们会期待说政府是投资在这个地方 但是却用前瞻计划做说他要做托育政策 那确实也可以想象说政府会想办法用一些东西 去把那个预算好像要填满 因为这就是一个交作业的过程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财政部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去年10月1号至今年9月30号的2017财年 美国财政赤字较上财年增加约800亿美元 至6660亿美元 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 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 以及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 马尔瓦尼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 经济增长低迷是导致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推动税改 降低监管负担等政策 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埃及内政部于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证实 16名警察于当地时间20号 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区 遭遇极端组织武装人员袭击丧生 声明称 警方在街道情报前往开罗西南约300公里处的 拜哈里耶律州搜查极端组织据点的途中遭遇伏击 16人死亡 13人受伤 另有一人失踪 对此 联合国安理会于21号发表声明 以最强烈的言辞 谴责发生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区的这起恐怖袭击事件 索马里官员于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 首都摩加迪沙市区14号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 已造成至少358人死亡 56人失踪 此外袭击还造成228人受伤 其中在索马里国内接受治疗的99人已伤愈出院 还有一百多名伤者被送往土耳其 肯尼亚和苏丹等国接受治疗 14号下午 一辆载有爆炸物的汽车在摩加迪沙市区一个十字路口爆炸 路口附近有商店酒店和政府大楼 爆炸现场相当惨烈 当地媒体称 另一个街区当天还发生了一起爆炸袭击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感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关注海峡新感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感谢收看 我是紫桥 明天见 明天见